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 我是KPMG风险顾问执行副总朱成光Rex 也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全球的ESG议题是非常火红的 这一波也烧到了我们的金融业 那台湾的金融管理委员会 也在2021年11月30号 发布了本国银行气候风险财务揭露指引 以及保险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指引 特别是金融业 从自发性的遵循到了金融监管机构 已经推出了一个法令需求的一个规范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介绍我们今天参与本节目的两位专家 在我前面的是金融风险顾问服务的 陈世雄执行副总Sean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Sean 以及我们永续顾问服务的 林全新执行副总Sam 各位听众好 我是Sam 近几年来 大家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ESG话题的火热程度 那我们今天也刚好有这个时间呢 非常高兴能够透过这个Podcast的机会 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聊一聊 ESG近日发展的一个趋势 Sam 听说最近这个金融业的客户需求不断 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目前在COP26就俗称的COP26 企业风险会议中的一些重点 那来谈一谈这个关于永续金融的一个商业意涵 Rex今天在提到说 最近这个金融业的一些相关的需求 其实算是蛮蓬勃的发展 那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重点叫做COP26 其实COP26是这个去年 在英国格拉斯格11月的时候 开的一个全球的气候峰会 那很多人会讲说什么叫做COP COP其实就是Conference of Parties 那全球所有的国家在这里面举办一些讨论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透过金融 或者是这个气候减排的方式来做好ESG相关的工作 现在这些Parties大概已经有197个国家 等于是数量蛮多的 197个国家在去年11月23号落幕的这个气候峰会里面 有达成一些重要的协议 那这协议大概分四个面向 两个面向呢 跟我们的这个等会要谈的永续金融 其实都蛮有关联的 那这里面第一个重点 其实是在谈加强减碳的积极度 第二个呢 承诺削减燃煤的发电 还有化石燃料的补贴 第三个是气候变迁挤注的资金 第四个建立国际的碳交易规则 所以你看从这四个面向来讲 后面我们讲到碳交易的规则 还有为气候变迁挤注资金 这就跟Rex刚刚您提到 为什么金融业最近的一些需求 跟相关的投融资都会考虑到 不管是减碳啊 或者是ESG 那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 这里面的几个重点方向 减碳的积极度这件事情啊 谈的是以前啊 我们有听过2015年 这个COP21的时候 有一个巴黎气候协定 那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呢 其实谈的是说 我们每五年来减合一次 所有国家的一些减碳的进程 但是呢 这个英国格拉斯哥的这个COP26 在会议结束以后呢 讨论的是说 哇看起来这样子来不及啊 我们可能要每年都要 做一次这个monitor 看看这个减碳的绩效跟进度 那第二个部分是承诺削减 燃煤发电跟化石燃料补贴嘛 所以要逐步减少 那看起来您看最近这个 电动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行业的低碳转型 就蛮热烈的 那为气候变迁 溢注资金上面呢 谈的是说我们大概在这个气候资金上面 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 而且因为最近这个灾损蛮严重的 根据这个保险资讯协会 还有一些在保险公司的统计 在20212020年 大概全球的灾损 超过2100亿美元 在这种极端气候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有保险的大概只有 800多亿美元 等于说里面的一些这个落差 其实还是算蛮显著的 那这对金融业来讲 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冲击影响 保费可能要重新评估跟计算 那最后一个建立这个国际的碳交易规则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在 这个台湾很多的企业 或者是政府在谈的这个 是不是要收碳费啊 还有以后的这个碳权 这些的交易买卖机制 其实在国际上大概都已经行之有年 所以我想一开始的时候 我大概先把这个COP的一个几个重点 在前面做一个背景 给大家做一个掌握跟了解 那另外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国内的金融机构 在倡议的永续金融 这个跟COP26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性 那尤其是在这个COP26的会议之后 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刚刚我们谈到很多 在这个COP里面的一些碳交易市场 或者是说要增加至少 100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 那这个跟金融上面 会有一些显著上的成长的 我们在谈一个议题 最近很热门叫做永续金融 那永续金融意涵 其实当然就是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在很多的 这个投资或者是融资上面的 金融产品 我们尽量去找一些风险比较低的 这个风险比较低的谈的是 这个我们设定一些排除或筛选标准 来确认说这一家企业或投资的 这个国家区域 它大概ESG的绩效表现比较好 那把这个ESG的绩效表现 当作是一个filter 在投资增收性放贷的时候 甚至KYC的一个过程 都可以鉴别比较有高环境风险 高的人权风险 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为了 为了要做节能减碳 那有一些敏感或重大性争议的 这种比较不是那么green的 这些factor都把它作为排除 所以第一个意涵是降低风险 那第二个意涵在掌握机会 因为既然有风险就有机会 机会跟风险是一体两面 所以在永续金融上面谈的机会 指的是说我们在永续的主题上面 去筛选跟找到更好 更创新的产品跟服务 比如说像循环经济 可能就是一个 在这个低碳转型中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产品 技术服务或制程上面 做了一个调整跟改善 结果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跟产品 更有竞争力 那甚至有循环经济 节省原物料 这样子对企业来说也是省成本 所以这个这种主题蛮热门的 第二种主题呢 可能我找一些商业的投资机会呢 在跟我们在谈这个全球的 净零碳排蛮有关的这个市场 比如说要达成碳中和目标啊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创新的这种产品跟服务 那这种蛮吸引极客投资人 或者是在融资的时候 会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市场做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永续金融上面的一些重要意涵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啊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是大概三月的时候 那今年的三月 你看我们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啊 台湾其实也有感受到 三月的时候我们气温大概前阵子蛮热的 就已经有32度 我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疫情爆发 大概五月也有38度 那以这种情况来讲 你看就可以想见每一年的夏天 其实算是会越来越热 那台湾在这个月打算要公布 国家的这个净零的转型的路径图 所以我想这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 这是我们在承诺参与这种国际协定 自愿减量 还有我们面向这个净零排放上面 国家的一些重要指导政策嘛 那产业就会很期待说 里面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要遵循 所以这是在台湾的营营情形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环保署在修这个温氏气减量跟管理法 那草案已经在立法院 今年看看这个是不是年底前有个眉目 那预计要征收碳费 那碳费的部分呢 目前我们的费率大概要征收新台币 每吨100元这样一个费率 那新加坡目前在早前的时候啊 公布说他这个费率啊 接下来要调涨 调到大概这个50到80美元 所以是他现行的两倍以上这种价格 所以我想这他会变成是一个浮动性的费率 那对于碳交易或碳的这个市场来讲就会变成说 有点像是期货跟一种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所以这样子对企业来讲可能要去提早观察跟预测一下 这种费率的影响跟变化 还有碳权交易市场到底会影响我们的毛利率跟净利率 大概侵蚀掉多少个percent 所以我想这是在几个主要因应上面的一个意涵 那当然对于这个清洁能源的布局或者是这个除能系统 这个在用电绿电上面的一些因应跟回应 我想也是企业目前很关心的问题 那这就跟所谓的这个气候的风险和机会有关 谢谢Sam 那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你现在不投资不投入 你未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是 好 那金管会进来也强化跟积极的推动金融机构的一个相关的意思 像听说今年很多的金融客户 问你关于这个TCFD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建议 那也请你分享一下相关的这些建议的重点在哪里 的确是这样子的 如同刚刚Sam跟大家分享的 在COVE26里面 大家都知道金融业的投融 其实对整个气候变迁风险的推动有很大对那些的影响 只不过大家对ESG或者是TCFD的认知 大多数是从限制风险 甚至受到主管机关的要求的角度来看待 但事实上 气候相关财务揭露TCFD对企业来说 是让投资人以及其他各界了解 自身组织是如何看待相关气候风险的挑战以及机会的 气候变迁风险其实区分为所谓的转型风险以及实体风险 那既然是风险那肯定就牵涉到相关风险控制 以及对应的预防成本 要管理以及预防就势必必须要有 精准而且有效的掌握相关风险的衡量 那转型风险里面又包含所谓的政策以及法规 技术市场和商与四大不同风险的面向 而四大的风险面向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以及衡量对应的一些的困难 举例来说消费者的行为会受到气候变迁风险的议题 而造成多大的消费者偏好的改变 对金融商品以及服务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金融机构要有精准的衡量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势必的消费者会随着环境保护的议题 改变他的消费行为事实上是越来越大的 San刚刚有特别讨论到永迅金融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都会对金融消费者造成很大的影响 金融机构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些的相关的风险的衡量 并且在财务报表上头去进行相关的揭露 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痛点 在以所谓的政策面来说 台湾的主管机关现在正在出台相关的政策 而这些东西对企业未来该投入多少的成本 甚至未来的一个财阀事件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 对金融机构来说 它的投融都会造成很大不确定性的因素 另外一个是我要特别说明的 民喻风险其实在传统的金融机构的管理里面来说 它已经是传统的风险 但是因应了气候变迁等等的议题 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在投融的情况之下做到比较好的把控 对金融机构的商与风险 事实上影响是更大的 但挑战是什么 在传统的风险管理里面 我们很难透过我们叫做所谓的 P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 来去衡量所谓的商与的风险 而这些的东西都代表着在于是说 商与的风险要能够精准的衡量出对金融机构获利 甚至在于是说资本对那些冲击 挑战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以前一般的金融机构针对的商与风险对应的做法 都是可能在我们叫做第二支柱的一个情况之下 自我监理审查提点比较高的资本来去面对 这种无法有效精准衡量对那些的风险 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 TCFD里头的转型风险相关的衡量 事实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如何以一个客观合理的方式 针对的转型风险进行衡量 绝对会是金融机构最大的痛点之一 不同于转型风险 其实实体风险中 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利己影响 其实已经逐渐的反映在我们台湾 甚至企业这些各个方方面面上头 所以这也代表着金融机构是有机会 能够有较多的量化的资料 来去进行相关的风险衡量监控 甚至是对应的一个预防 我可能要透露一下我们的年龄了 因为我们经历过六三水灾 881的温纳台风的风灾 711的台美台风 以及童年度有所谓的917纳利台风的风灾 还有所谓的小林村灭村的88水灾 这些实际的灾害造成了台湾民众 不可抹灭的一个伤痛的记忆 但也让金融机构在衡量实体风险上 累积了相对应来说足够的数据 所以如何针对自己的实体风险 进行有效的衡量跟控制 这些的东西相较于我们的转型风险上面来说 事实上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现在的金融机构 就针对了TCFD要求里头的实体风险 如同所谓传统非常量化 衡量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的治理架构 来去做对应的贴近 而这些就是TCFD 报表揭露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这些的东西 其实也是围绕在 传统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治理架构下 TCFD对我们金融业 带来的不仅仅只有挑战 还有机会 那Sean在我们过去的辅导经验里面 金融业者要如何掌握相关的机会呢 好 在讨论金融机构的机会之前 我先跟年轻的听众分享一个机会 因为在月初的时候 我才作为KPNG台大校友 真才的一个成员之一 与社会新鲜人 或者即将成为社会新鲜人 分享顾问工作的二三事 同学们询问度最高的 其实都是ESG以及TCFD相关的议题 特别是金融业者 已经开出了非常多气候变迁资料收集 以及分析的相关职缺 大气系 土木系 统计系 经济系 甚至是商学院的 都是企业真才 里头非常热门的科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Podcast 做一下校园的真才 回到REX的问题 相较于挑战 机会是金融机构对气候变迁风险 所带来冲击正面的回应态度 在我们辅导的客户当中 绿色债券 永续发展债券 甚至预计严理发展台湾第一档的ESG指数 来协助台湾的投资人选择适合 而且重视ESG议题 具有永续发展精神的企业 这些都代表了金融业 除了自身重视ESG的议题之外 更将ESG对台湾中小企业带来的经营挑战 列为他们受信 投荣 政策上面 很大的一个附加价值的一个服务 所以台湾中小企业跟金融机构的携手合作 如何共同的来去面对 其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来创造所谓的银行 企业 政府 甚至社会多盈的一个机会 这也将反映在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上头 例如金融机构透过有效的精准投荣 选择好的企业来去进行融资以及放款 将能够获得比较低的信用风险 以及较低的市场风险 这些东西都可以反映在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上 换言之TCFD为金融机构所带来的机会 或许不是立即的 但绝对是重要的 谢谢向 陈如前面两位专家提到的一个趋势跟风险的议题 当前无论是金融业或非金融业的部分 要面对跟处理的风险态量是相当多 简单的一个逻辑是 我们如何确认风险辨认的时候是没有遗漏的 以及后续的管控都能够对应到相对一个风险 这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去推荐要采用所谓的企业风险管理的一个框架的方法论 这样的一个框架的方法论里面 主要就是会涵盖了一些像风险的策略偏好 风险治理 风险文化 以及你如何进行风险评估与衡量的部分 衡量完了风险之后 要对于相关的风险进行管理监督 最终要进行这些风险的一个报导 以及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能不能透过一些科技 以及处理数据的方法来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成果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这么深入的跟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我们KPMG在5月3号的时候 我们会办一场线上线下的一个ESG专业的一个研讨会 那届时也欢迎各位听众一起来报名参加共襄盛举 来取得更多跟ESG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 今天谢谢Sean跟Sam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金融机构的ESG的发展跟相关的一些议题 谢谢Rex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对谢谢Rex也谢谢各位听众 KPMG支持银浪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